二转买啥混动亚洲龙的推勾里 纯纯算半脑子干的事 再也就是你买性能猛兽雷克萨斯ES200 你要下赛道啊 你不知道雷克萨斯ES200这车从地下负一层 停车场开到一楼 都得把那个AC赛道模式开一开嘛 15度的小鞋魄对你来讲 但凡半油门开到一楼 那简直就是一场憨颤离离的重度穿越呀 切记宝贝们雷克萨斯ES200给它推勾里 如果你预算有限宝贝 咱拉点机房也得研究研究二转的雷克萨斯ES300A去呀 现在新车行情跌爆炸的 你买二号车的时候你好好对比对比 在董事机降下排行榜上 你能看到雷克萨斯ES300作业 按揭又会十万起步 按揭落地三十左右 你说你花二十多万买个四年车零三年车零的图啥呀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宝贝 马上过年了 咱再沉淀沉淀两个月 好好在你认知范围内多挣点钱 赶一赶 年底看看有没有新款雷克萨斯ES跟亚洲龙的消息 如果迟迟还是不会大换贷 涨够钱了等年底干台新的ES300A去 垃圾换干吧 照好你还能拖到明年一月份落明年的货 还省了一年折损 谢继宝贝们想干二手车的 下个月开始我不管别人家怎么收车 我们家下个月开始按照明年航行收车了 同意的同行老师扣扣同意 所以年底买二手车的时候多对比航行不要买贵了 如果当下你是刚需 非得干一台丰田的混动 亚洲龙给他推购了 研究研究九代开门推 189800直到加点20豪华 全款优惠42000 全款落地16左右 12000比亚洲龙抢啊宝贝 有空你去试一试 但凡我下车起饭 我后边一个跑不了啊兄弟嘛 为了自证清白 我好雷啊 还有什么问题打出来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 作为车圈颜值博主 必须靠谱